你會找一個手機 當然看不夠工 鹹州房,鹹州不特色的鹹州房 你看見那個鹹州房 鹹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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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菊羅士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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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黃沙蝦 霍玉菊フ 鹹菊羅士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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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州鎮 yht marm 拿三隻,一開半,三隻,開片蒸 黑辣糕我們吃很多了,現在有蝸蟲嗎? 有蝸蟲,很有特色,放冰,我們經常吃蝸蟲 還有一個陳皮骨,拿來陳皮骨 還有什麼特色? 有蚊蟲和隔水蒸雞 你想吃什麼? 這個牛仔蟲,剝皮羊,可以做刺身 陳皮很刺身,肉粗粗粗 鴨雜包嗎? 你沒吃鴨雜包嗎? 拿鴨雜包,拿六隻 這個鴨雜包是他們自己酒樓生產的 也是廣東的特色,入飛圍 我們去斗門舊街,之前去吃燒雞 拿五隻就行了,一拿五隻,我就吃鴨頭 現在幾個菜? 五個菜,六個,再蘸兩個 炒鴨片,杖鴨湯,柴魚冬瓜 柴魚冬瓜 柴魚冬瓜,好,柴魚冬瓜 吃的,冬瓜 有青菜又送白南根 上蒼白南根 入水又原,試試試 好,現在天氣熱,清理解毒 白南根? 白南根我真的沒吃過 我沒吃過 我沒吃過 好,好 現在七個 七個菜,六個人,六個人,五個人 我們這裏 多加一個菜 還有什麼菜 小炒還是怎樣 小炒有什麼 隔水蒸鸡有招牌嗎 吃隔水蒸鸡還是吃招牌芝麻雞 放得上來應該都是招牌 拿些芝麻雞吧 搭個菜 版藍根味道會不會怪怪的 我還沒吃過 它是新品來的 真的好吃 它又是第二義肉 因為現在天氣熱 那菜比較好 現在當地很少酒樓有 都是我們一種常客都有 我見你們這麼出名 我們由珠海市區過來 你待會大佣檢評給個好評 我送個時間給你們 謝謝 謝謝 OK OK 謝謝 現在我們先上去房間 它說什麼周房 坦周房 來斗門去坦周房 為什麼來斗門去坦周房 它有坦周房 坦周房 不是 人家叫粉周房 橫山房 粉周是這裡的地方 粉周是這裡的地方 挺舒服的 一樓就有 坐這邊 一樓就有一個大廳 可以有二三十圍桌 二樓就很舒服的包間 整間酒樓都很乾淨 站在你 上來的環境都OK 我想應該是因為今天不是周末 所以人家很多 今天是星期三 上班時間 一中午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斗門區的連州站 很偏遠的位置 你知不知道這邊有什麼景點和特色 連州是十里連江 其實這邊是以農業為主的 我們沿路過來 超多荔枝樹 種了荔枝和龍眼的水道 很多都是 自己種的 只要是以農業為主的 居民的自建房 家裏都有水果樹 所以我們今天 稍後會再分享多一條片 就是去摘荔枝 現在是六月 今天是六月幾日 六月十一 是荔枝的季節 我們稍後吃完飯 就會去到斗門 金台寺附近去摘荔枝 我記得我們去年也是去那個地方摘 沒錯 我們今天先去淡淡路 如果是環境好的話 我們就會包幾棵樹 帶同事過來一起摘 好啊 自在是這個過程 因為前幾天我過來 就逃經周邊 紅紅火火 我看到這個果實 我就想下去摘 所以今天我們就 在珠海市區 過來斗門這裡 先吃完飯 轉頭再和你們分享出菜 好啊 OK 現在就出齊菜了 我們是六個人 點了幾個菜 八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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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的菜 老闆送了薯魚粉給我們 沒想到它的碟頭是這麼大 這個就是黃沙蜆 這個就是出第一 每個人都說它很大顆 真的很大顆 還有這裡出菜的時間 都很快 我們先繞一繞 因為有酸肉和辣 還有辣椒 還有辣椒 可以看到給它近鏡 攝影師 真的很大顆 很肥的 看到嗎 這個時期嗎 很厲害 早一個禮拜 我媽媽也買過 所以我吃過 就回尋尾 但是她買的 就沒那麼肥 我們今天 今天點的那些 相信是很肥 很大顆的 謝謝 謝謝 來欣姐試一下 好 謝謝 好 我不客氣了 來試試一下 你看看這顆肉 很肥的 超大顆 一點點泥腥也沒有 我試一下 因為黃沙蜆是我們斗門的其中一個特色特產 有些精鹼和蒜頭的生辣 但是清淡很貼 很肥很大顆 我第一次見這麼大顆的 這個比較重的蒜蓉味 一上菜的時候 我們已經聞到它的香味 很棒 其實它今天上菜的幾條菜的味道 香氣是很濃郁的 沒錯 它先上了黃沙蜆 之後上菜的薯粉 一上來的那種味道 一上來的那種味道 香的不得了 很肥的 有夠甜 嗯 這黃沙蜆我覺得很滿足 很棒 它每天都放得很漂亮 試其他東西 那些蝦一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漂亮 試一隻螺豉蝦 來 驗焗的螺豉蝦 好 謝謝 給我的碗還要大隻 第一次這個大 謝謝 超大隻的鹽焗螺豉蝦 也是它的招牌菜之一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第一次來這間酒樓 第一次 但是這間酒樓 我在很多年前已經是 知道這間酒樓 不要來過 我知道 因為看到很多它的評價和評論 其實廣告它就有做 但是更加多就是我看到真實的評論評價 但是因為路途謠言 之前就沒有過來 我們開車過來 我們在江山會出發的 在豆控江山會 開來要差不多半個小時 三十幾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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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同時阿秀 他說懂得吃蝦頭 一定要吃蝦頭 超多高 所以我聽他說了我咬了 超大隻 要大力咬 然後把蝦露 吃蝦膏 吃了我絕在 有蝦膏 蝦頭裡面全部是膏 我撕得太夠了 所以它撕了出來 哇 而且鹽焗的味道剛剛好 我覺得螺豉蝦燒 和鹽焗 我喜歡鹽焗 很棒 很棒 之前我們去團建 在肥牌 釣出來的螺豉蝦 就燒了 好吃 好吃 哇 這個黃色的蝦膏 這個黃色的蝦膏 這隻雖然不是很肥 但也有金黃色的蝦膏 好棒 一口咬下去 我不客氣了 冒著高尿鮮的風險 你這陣子很節制 吃這些 嘩 吃這個螺豉蝦 真的很棒 好棒 它的蝦膏 在你口腹中 這是綠蝦膜 匪塑 回腸 匪塑 匪塑 滿足 吃其他東西 我先嘗嘗牠的排骨 你想吃牠很久了 一上來就吃牠的排骨 因為牠的排骨很濃 而且牠的排骨很大 而且牠的排骨很漂亮 你看到嗎 那些汁水第一個擺盤 第一個 它做出來是一種給人家很開胃的感覺 金黃金黃的 跟其他地方的做法是不同的 這種是半滷水做出來的 其他地方是炸出來的 是滷水來的 是呀 我還有一張什麼 麵就肯定是鋪了蜜糖的 你們要試一下 自己來 那我就選一塊半肥瘦 每一塊都拉了一條骨 而且每塊都很大塊 其實我想喝那個湯 我看到那個湯 你試一下湯 這個就是柴魚 對 有時候我們吃宵夜的時候 柴魚皮花生粥 是這個 很香 我試一下這個 普通的湯都很正 試一下冬瓜和韌的湯 我想喝湯 因為夏天比較熱 不錯 這個味道都不錯 這個陳皮骨 喜歡吃肉的朋友 就真的不要錯過了 半肥瘦 我剛剛吃了瘦的麵 現在吃肥的麵 我最想試什麼 我想試一下馬蘭筋 馬蘭筋 這個就是馬蘭筋 它跟菜生一樣 我第一次聽 就是馬蘭筋菜 聽過粵菜 跟菜心一樣 沒有一樣 馬蘭筋 我們就知道 還有一些花花 真的跟菜心一樣 一模一樣 我們平時喝蔥劑 又喝什麼呢 你說馬蘭筋菜 我真的是第一次聽 好不好吃 其實是否有粗塑 是菜心來的 不是 不是菜心 不是菜心來的 試一下 你看看 它很細心 雖然是青菜 但是它的表面 都鋪到肉絲 還有一個小小粒的麥兒圓 比較難吸 試一粒麥兒圓 我先試馬蘭筋 第一次吃 我第一次聽 你推薦 這個馬蘭筋菜 他說很少有的 是近期的新品 其實挺好吃的 是嗎 我覺得挺好吃 我覺得這個湯也很好喝 我家裡煮好鹹果和鹹果 味道其實說真的 是有點接近菜心 對 有點像菜心 對 不說菜心 對 那個花花和菜心是一樣的 那個花和菜心是一樣的 很嫩 但是 它 它就會比菜心大顆一點 是嗎 它說薯粉也是菲儀來的 什麼 粉也是菲儀 對 剛剛出菜的依依說這個是菲儀來的 不厲害 是啊 菲儀在哪裡補給我 我要吃它的黃沙蜆 真的很肥 它的鍋鞋也很漂亮 很漂亮 因為燕仔蟹也很漂亮 很肥 很多鍋 看一下 我要吃黃沙蜆 因為黃沙蜆也是我們連州一大碟式 而且真的一顆粒都夠肥夠飽 很大顆 沒有泥味 不像我們有時候自己在街市買到 很清甜 很瘦的 很瘦的 這裡人家養得很漂亮 粒粒都夠大粒 可能在這邊自己產的 燕仔有很多蓮藕糖 是嗎 蓮藕也是 這邊蓮藕也是它的特色 特產 焦牌菜 不過我們今天就沒有點蓮藕 因為蓮藕就是 這兩隻都沒有跟我們推介 可能現在這個時期不知道夠不夠粉 可能分季節 嘩 吃這個蜆 好滿足 嘗一下蜆 蜆真的很肥 這隻芝麻雞這麼漂亮 大家都沒有對它落手 因為其他菜更加經驗 對 因為雞經常吃辣 蜆很棒 我們一次吃這麼大隻 嘗一下雞 你說其他菜 如果還沒出的時候 我想這隻雞也會引起大家的興趣 但現在我覺得其他東西更加吸人眼光 我跟你們先試一下這隻雞 好 我的湯就覺得挺好喝 我先喝一個湯 我覺得這個湯挺好喝 賣相就很漂亮 看看皮脆不脆 要是雞 燒雞 泥桂雞 泥桂雞 等品 都吃過了 我們全部都可以吃 這個是芝麻雞 應該很香 芝麻味 嘩 皮也很脆 我們試試看 看芝麻也很香 皮也很脆 之後咬下去就 有小小粒的芝麻香味 去轉息 要再一 take an 好 吃的雞那個都好 對 很好吃 很好吃 ajud 好,我要試試這個 我看著它,這一塊很久了 我們去吃泥匪雞那間,記不記得嗎? 久遠拍過 哦,我記得就在附近 接下樁 不是很遠的 不是這裡附近,金台寺附近,荔枝附近 屬於豆門鎮 那裡的泥匪雞也100元一隻 那裡有很多人去的 很多人去的 這個好吃 這個骨不錯 很濃的陳皮味 它的味道做得非常好 我喜歡吃這種餅皮,我覺得比較好吃 是嗎? 這個年輕人的餅皮 這些比較瘦 鴨雜包我就沒有拿了 你們兩個一隻 外面那一層就是鴨腸 鴨腸包著鴨頭 鴨腸嗎? 我還以為是那些 不是,我以為是那些繩 我以為是繩子 因為草都繩子 我經常去豆門街 都有買到吃的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了 我先試半隻蟹 這個鴨腸包是走門特產的嗎? 其實我今天點蟹的時期 因為我們剛好是六個人 雙數 現在單數呢 我就不點我自己的那份了 尿算多了 但現在點了,剛好一人半隻 算了,我免為了 你吃吧,我不會告訴嫂子 嘗嘗吧 都好爆膏 每個都很多膏 鹽仔蟹很多膏 小小隻,但是膏都很漂亮 不大隻,但是膏是真的大隻 鹽仔蟹本身就不大隻的 不像膏蟹和肉蟹 哇,膏真的爆門 門膏 這個骨可以嗎? 挺好吃 味道很濃 我先試鴨骨 鴨骨看起來很有食尚 如果是肚餓的人 我想可以一個人吃幾塊 剛才我們才討論 我們那群大隻的同事 如果來過之後 這個位置就清了 可能他們沒來 我們在那裡可能吃不完 男生的食量是不同 而且吃東西一定要有氛圍 有氛圍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拍片 包括平時不拍片 有時候我們自己休息出去吃飯 我基本都是因為可以吃飯 我就很少說單獨兩三個人吃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叫六七個同事 七八個同事 這樣會開心一點 睡覺會比較好一點 聊聊天 吃東西 不過其實真的 跟菜心沒有什麼區別 但是他就 我以為是甜的 因為把蘭菌蔥雞是甜的 我可以認知他們是糊的 是甜的 其實我覺得他比菜心要好吃一點 阿蘭菌你沒喝過 我就喝了很多 是 當然是甜的 但是因為它是糊塗的 因為疫情的時期 我們養了 是的 我在雲南的時候是沒有藥物的 就夾著把蘭菌 之後把蘭菌喝 這藥寄到來 你已經在雲南 口到升了教 其實真的跟菜心差不多 趁熱吃完蟹 算是想 我們想試一下那個薯 是 試一個蟹嗎 我試一下這個 謝謝 謝謝 我等一下先試一試 蘭仔蟹夠清甜 好帥 好帥 都滿了帥 令我想起上次 之前 Nancy和你 跟我們去那個 灣仔 灣仔 吃 那次是吃高蟹 你自己拿過來 對 對 對 還有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吃 全部是紋色菜 農莊很多 其實我們都沒有時間去拍 對 反而這陣子和那麼多香港的客戶 朋友吃飯 他們反而喜歡 即不是去大酒樓 而是去農莊吃 對 他們覺得農莊有滋有味 對 他們覺得那些東西才好吃 就是 好像大酒樓 你哪有得吃 但農莊不是 香港那麼繁華的地方 什麼高檔的地方 可以吃 他們回來就喜歡這種 反迫歸真的感受 嗯 還有喜歡這些新鮮的食材 健康的 還有一些農莊的地方 一些和氣都重 嗯 對 和氣重 熱鬧 昨晚你們去了香山小池吃飯 現在令我想起它的燒雞 其實說真的 我也很喜歡香山小池的燒雞 真的好吃 而且味道做得很漂亮 昨晚那隻燒雞 我只拾一個人搶 遲一步 遲一步都沒有 吃不了 那些就是熱鬧 都是這個黃山的燒雞 粒粒飽滿 好 因為它是清明前後 兩三個月 才這麼肥的 你過了季節 就算粒蜆很大粒 它就會縮水 會很瘦 還有沙的 你養的時間不久 所以 這個季節 就要及時吃 謝謝 因為我平時吃的蜆仔 全部都是 最大粒 就是手指 很小的 很小的 難得吃到這麼大粒 謝謝 還有沿路上來 其實說真的 我們放鬆心情 由江山會沿路過來 來到斗門 一片綠油油的感覺 有很多山 有山 有水 還有還滿著水道 水道 特別水道很美 對 這種感覺有時候 不是經常會見到的 其實我們剛剛路途過來 都很放鬆 自己聽著音樂 看著外面的景色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再過幾個月 可能就會 這麼燦燦一片 水道成熟 嗯 很少看到的 現在 斗門都不是經常有水道 現在的地貴 沒有那麼多 沒有人種的 對 一個地小 二個是 這些年輕人現在都不中 出去做事 老一輩都不中 這邊反而年輕人 都基本出去上班 很少在這裡 飽了 每一份的份量都很大 很大 多幾個冬瓜 燒薯 燒薯 想不到的份量這麼大 嗯 剛剛應該點中 就點六個節約一下 因為它的份量有很多 最重要是開心 分享多幾個美食給觀眾朋友 介紹一些美食給大家吃 今天大家看我們這一集美食 我們自己 有沒有刺激到你的美女 自己試過 才會跟你們介紹 嗯 我沒有吃都會說你 有真實的感受 如果對大灣區這邊的生活 或者樓盤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就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